今天晚上最近的消息 帶你來看到在高雄舉行 蔡英文台縣國鎮的演講晚會 稍早蔡英文已經上台講話 到現場來看 這個高雄人對未來有願望 對過去有懷念 但是大家都在香港有一個心 就是我們要臺灣更好 我們讓臺灣有一個下一個世代 有一個基礎 讓我們的臺灣 我們的河下一代 有一個可以依靠的臺灣 臺灣也有大家來照顧大家說是不是 今天我們這麼多人在這裡 我才剛才我們後面進來的時候 這是我走過 我一生中走過最難走的大進場 我們的鄉親真的很熱情 所以我們後面走進來的時候 一步一步走 每一步我看到的 都是我們的鄉親一種熱情的期待 期待說我們這次選舉會贏 期待說我們選出來新的政府 會幫我們做事情 會幫我們照顧 因為我們臺灣現在這個社會 很多人都需要我們的政府 來幫我們關心 來幫我們照顧 所以我們看到的 不是說大家喜歡蔡英文 而是因為大家對未來有期待 大家說什麼 但是蔡英文也是希望你喜歡蔡英文 但是我們今天要開始以前我們要先謝謝 謝謝我們 我們照顧民進黨 照顧我們高雄市 長久以來 我們覺得是一個 一個節目的 很親愛的一個節目 就是我們的局勢 我們的城居城市長 我們的局勢 這幾年來的高雄法名 把我們的高雄管理得很好 也帶得很好 這次我們兩千塊十年的選議 我們就拜託我們的局勢 來做我們的主任委員 當這個黨大 希望我們的台灣的勝利 我們明年的勝利 就跟我們的高雄開始 這樣好不好 所以我們特別感謝我們的局勢 這次挑大梁 他的雙雙 沒什麼方便 但是他還是很鎮心的 每次我來我們的高雄 他都有陪我 也有跟我說 我們選舉要注意什麼事情 很照顧我 所以我也是直接 要跟我們的局勢 辛勞聲 也請問大家 跟我們的局勢 加油打氣 這樣好不好 我們還要特別介紹一位 就是我們的首席的副主任委 就是我們的林靜信林醫師 林醫師大家都知道 長久以來 我們的高雄 我們的基礎 就是我們的林醫師跟我們共同打下來的基礎 兩千空百年的選議 我們的民進黨籌算 我們的籌算的規則不盡中全 所以我們的林醫師受到很多的委屈 不過沒關係 現在是民進黨要團結的時候 現在是民進黨大家要出來的時候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民進黨總統參選 蔡英文的第一場 這個台一線的大型造勢晚會 是選在高雄市的勞工公園 那我們可以聽到 他這個全程是使用台語 那就是希望能夠跟這個高雄的湘心 掛鋼井更有親切的感覺 那麼現場除了他的副手 這個蘇嘉全 那還有立委參選人 也全部到場 那麼希望營造這個團結勝選的氣勢 以上是現場最新連線情況 現場時間在萬可棚內 我沒有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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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次這個蘇嘉全 是根本身的造索 2次的劉謙